台銘連署來到第二天 可以發現外面排隊人潮 已經沒有了 實際來到連署站點 也可以發現裡面的人潮 明顯少了很多 這麼快就退收了嗎 紅外創辦人郭台銘 才喊出獨立參選 連署站全台遍地開花 才第二天人潮就已經掉了 二到三成 民眾都非常的踴躍 目前預定是每隔一段時間 才會公布數字 開張的情況 跟我當年領銜公投 確實是好很多 以連署分數 就是不能說 就怕國粉們的支持 逐日遞檢 國伴也緊急增加 連署小鎮 替民眾排除萬難 第二天的站點 都以雙北跟桃園為主 探開地圖可以發現 第二波的連署總鎮 增加了基隆桃園 至於在台北 也增加了五個據點 新北也跟進 再加三 不過直擊第二波 增加的饒河站 只有工作人員 不停滑手機 反倒是民眾敲碗的 台南高雄 依舊毫無動靜 地方比較習慣從社團 跟組織先動員 總站的設置呢 可能就會稍微往後 連署不只陸站 空站也要齊發 郭伴也搶先預告 我們LINE上的互動連署 我們設計的非常多 像是手游一樣的 遊戲關卡 接下來每一週 我們的LINE 都會推出新的互動遊戲 郭董發揮超能力 連署站線上線下 萬件齊發 要讓百萬連署 不是說說而已 正確我們歡迎劉慧婷 采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